好 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一名黑衣男子 他走进了营楼告诉店家说我要买项链 他还指着这个透明橱窗说想要看他不一样的款式 不过当店员拿出了金坠子给他参考的时候呢 他又假装不满意要另外一款 就在店员稍微转身走到旁边拿东西时 他顺手摸走了一块金饰 直接放到自己的裤子口袋 当店员走回来没有看到 男子也没有马上离开 他继续说要看别的款式 就这样过了十几秒才说 我不买了 起身离开 而这个时候店员都还没有发现金饰被偷 等到他离开之后 店员轻点才发现有意赶快报警 不过从男子他走进店里的时间来看 当时是下午的5点10分19秒 到他走出了营楼 放了时间短短一分钟而已 他就偷走了金坠子 刚刚我们也掌握到了最新消息 台中警方以车追人 在台中无期抓到了这名切道男子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